近年以来,中国女排接连迎来一系列重要赛事,先是市联赛,紧接着亚运会,然后是瑞士女排精英赛。 本月底还有更重要的是锦赛,天津女排的锦银国手李莹莹、姚迪、孟子玄也都随国家队训练,比赛多时,但另一元天津女排国手风星星王圆圆受伤,后这一段时间以来,不仅缺习了国家队的所有比赛,而且音训全无,曾经的中国女排天津队四朵进化只剩了三朵,很多喜爱她的球迷都问久违的圆圆难去了。 实际上,四膝盖受伤,离开国家队这一个多月的时间,这位天津女排的复工新星,一直在天津团伯基地,抓紧进行着康复训练,顽强的干伤并做着斗争,王圆圆正在全力以赴,与时间赛跑,争取可以在联赛新赛季开始前能重返赛场。 同时看到李莹莹,姚迪等天津队友,在国家队打得风生水起,王圆圆也渴望上运后能早日重回国家队。 内国征战,等来凭借联赛中的出色发挥,天津小将王圆圆顺利地入选了国家队,并且随队征战了市联赛北轮战一直到总决赛的多场比赛,表现可圈可点。 一眼看中国女排,一颗复工星星然然升起,令人惋惜的是六月底,王圆圆随中国女排,北战士联赛总决赛期间,她的右膝出现伤病,经过诊断和治疗之后,返回了天津进行进一步康复。 由此她也遗憾落选了此后的国家队集训名单,叶无缘亚运会,瑞士精英赛,世锦赛等一系列国际赛事,聚,习,目前在天津与排体们康复,是卢卡斯的带领下,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,王圆圆的伤病情况已经得到明显好转,欲望很多国内康复师的理念不同。 除了队伤病位置的康复训练之外,路卡斯对王圆圆上之以及核心力量的训练也有针对性的安排,而这样的安排也让王圆圆觉得受益为浅。 新赛季全国女排联赛将于今年11月8日拉开日幕,王圆圆如此抓紧时间进行康复,就是希望可以不影响联赛出场,毕竟她是天津女排复工线上的最强人了, 为天津队上赛季的渡冠立下了汉玛功劳,而根据卢卡斯给出的康复时间表,接下来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,王圆圆真的要更加努力的康复,真的是要正分夺秒与时间赛好了。 拼借联赛中以及是联赛分战赛上的出色表现,王圆圆本已成为中国女排复工线的重要议员,并成功入围了亚运会阵容。 但突然而知的伤病,不仅让她无缘了亚运之行,而且还错失了参加世锦赛的机会,看到郎平指导带着队友们把场3-0亚运有多金牌,王圆圆在为大家感到高兴之鱼,也渴望能够尽快回到国家队之中。 谈到国家队,王圆圆表示,虽然说不能在现场,但是也是在电视上非常关注他们,给他们加油,他们取得好成绩以后,我也很为他们高兴,也很为郎导感到不容易,希望能尽快的去回到队伍中。